新闻来源观察者网 近年来美国官员对中国人在美购置房地产一事频繁渲染炒作 佛罗里达州去年甚至颁布禁令 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10日报道 由于高利率导致房地产价值大跌以及地缘政治等原因 中国人已对美国房地产的兴趣大减 书记显示过去五年中国投资者抛售了高达317亿美元的美国房地产 报道援引全球商业地产资本数据分析机构 美国名胜MSCI RealAssets数据称 中国投资者曾是美国商业房地产最活跃的买家之一 但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 中国投资者出售了价值317亿美元的美国房地产 收购了20.6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 仅为出售地产的十五分之一 最大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19年 当时新加坡物流巨头普洛斯GLP 将多个在美房地产出售给全球最大的木股权公司黑石集团 总额达187亿美元 成为有史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房地产交易 公开资料显示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是普洛斯最大单方投资者 来自中国的基石投资者 包括阿里巴巴集团 周大福集团 香港南风集团等 中国国家社保基金也作为基石投资者位列其中 南华早报认为 中国投资者集中出售在美房地产 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的结构性转变 供大于求 以及购房者信心持续低迷 为遏制通胀问题 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不断加息 高贷款利率环境导致抛售趋势出现 继而推动美国资产价值持续下降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亚洲房地产研究主管 Ben Chong告诉南华早报 预计中国投资者将继续剥离过去十年 在美国收购的资产 他表示 美国许多主要市场的写字楼价值 已跌至五年或十年低点 因此 早在2013年至2015年收购的资产现有价值 仍可能低于收购式价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作为全球最大商业地产市场 美国的房价 自美联储2022年3月开始加息以来 下跌了11% 抹去了前两年的涨幅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估计 到2023年底 美国不良商业地产的资产值 达到858亿美元 汇谊国际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主管 史鲁鲁 一译称 中国投资者出售在美房地产 最初是因为金融区杠杆 即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 以缓解流动性紧缩 但因为美国房地产行业的结构性转变 供大于求 以及购房者信心持续低迷 出售趋势仍在继续 此外 曾担任桥水和瑞银前 中国分析师的贝德福德 Jason Bedford认为 对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担忧 也是导致中国投资者 对海外资产兴趣下降的原因之一 他说 当前 中国投资者对西方资产的兴趣下降 而这增加了亚洲某些被认为更安全或更中立地区的资产吸引力 《兰华早报》提到 作为美国盟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房地产 也失去了对于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MSCI Real Assets数据显示 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 中国投资者成为澳大利亚商业房地产市场的竞卖家 共出售了23亿美元的资产 收购了仅17亿美元 无独有偶 在日本 中国投资者过去5年 出售了价值69亿美元的资产 同期收购了57亿美元的资产 出售了价值69亿美元的资产